张伟明53岁 南山东人工程兵指挥学院大专 政治经济专业 各位老师好 我是张伟明 今年53岁来自江苏省 到目前已知从事文字工作 荣获国家政法宗旨好显文3登江 江苏省法治好显文3登江 写过剧本 各词 给单位做个公众号 浏览量是80多万 点赞的是4760多个 今天第一次面向社会求职 主要是从事文字工作的 比如单位的内部报刊 简报 公众号 短视频和读音的 编剧文案 谢谢 53了 退休了 对 我们从头说起 这都是你获奖的作品 是吧 发表的作品 不是 第二个 第二部分是 它从3月份出台文件 我是从3月份到年底发表的 那谁动了我的太阳 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 就是 就是规划的 中叫 前面的路方 不要挡着后面的路方 这个名字非常好 后来后几个 那个报社和 杂志社的编辑 我就是想中了 那个题目 在后来有很多文章 他都是模仿了这个文章 有好多片 其实你看 他那个 谁动了我的太阳 他是写了他的工作 他是规划局的 他的规划局讲什么呀 我得科学规划 合理规划 有那个 违法 那个违建 违法建筑 挡着别人家的光了 谁耽误 动了我的太阳 这个名字是在这来的 很适合你们 这个确实很遗憾 如果是大学本科毕业生 应届生 人家能写就行呗 不是 他是处于退休了 退休怎么办 我们在用人上 有一些硬性要求 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可能 那个用人 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 来 小青 好 那个张伟明先生 首先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边确实招聘不了您 但您的成绩 我那个努力学习当中 谢谢啊 对 我很奇怪 为什么就招不了呢 他退休了 不能签劳动合同 劳务合同也可以的 我们关于这个劳务合同 正在探索当中 争取将来 看看能不能有没有机会实现 现在不行 我觉得这个 他在这个 尤其抖音啊 这个短视频方面啊 就既然有这方面的 这个兴趣 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这个未来 还可以有更大影响 但大哥最 大哥最自信的还是文次 对吧 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 靠文章改变命运的人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实现自己的人生 光芦梦想 我觉得您不能因为 他年龄的问题 就遗失掉一个这么好的人才 所以你们应该 都是文字工作爱好者 要更要心心相惜 我们想知道 到底是如果他的文字很棒 他会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不为难 那个小琴和老刘了 这个他们呢 也这个身不由己啊 但是您录节目录多了 你就会知道 在这个舞台上 说套话是没有用的 你除非就是说 你直接拿到了 张大哥的文章 你学的不行 没达到我们的要求 可以 你文章都没看到 直接以学历和年龄 就把它给否了 是不符合 非你莫属这个智商舞台的 对啊 其实我从他的介绍中 已经 其实大致会了解 他的文字水平 这可以有点主观 也许人家怀才不欲呢 对 但是回过来 我会觉得 突然我有一种想法 就可能是我觉得 那个大哥 可能他的文字 更适合体质型的 这样的东西 反而呢 就是 大哥没带来 我本来说 我看一下你的文章 我看看他那个题目 我看看号上没有 公众号名字 我天哪 你公众号名字 笔来笔嘛 笔来笔嘛 笔王 给我 来 来看看这个大哥的文笔怎么样 名字叫理发也不易 不是你想理就能理 往大厨说 是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 带来重大损失 往小理说 确确实实 给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很多不便 于本人而言 感受最深的 莫过于理发 哎 我有点兴趣往下读哎 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但是不一定符合 新华社和人民网的一些 稿件的要求 但你真的可以 你就做自己嘛 写这个挺有意思的 是吧 我们也看过很多公众号 好些年轻人写的倒挺没劲 他写的挺有意思的 一个理发 你都写的这么有滋有味 可见大哥是个热爱生活的 其实我觉得 赵大哥刚才那篇文章 我觉得甚至我会感觉 是个年轻人写的 那个文笔 那个感触 这么年轻的年纪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还是一种勇气 是吧 所以值得 我觉得值得很多人 很多人学习 只有我们年轻人学习 所以我觉得 找工作呢 最终找到一份工作是结果 但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也是学习的过程 你也放平心态 我想对张大哥说的是 我觉得您五十多岁的人生 您相当于是又一次绽放 重新归零 因为以前职场是打工雇佣关系 但是未来可能每个人一部手机 他可以变成一个自媒体 变成一个自己的企业家 所以你有无限可能 而且你的生涯彩虹 它是又有一个新的绚烂 你有文笔 我觉得你一定能写出来 让所有人看到 未知动容的文章 期待您一直坚持写 好谢谢 我建议你马上回去写一篇文章 就是非你莫数应聘之五十而已 好吧 最后我想呢 因为我的父亲啊 也是一个老记者 您多大年纪 我不到五十 您来来来 来来来 因为我的父母呢 跟他经历很相似 我的父母都是做记者的 做报道的 然后呢 我的父亲今年已经81岁了 那么这个昨天呢 我的父亲写了一首散文诗 这个他呢 发在他的一个 也是 现在都是新产品嘛 都是新媒体产品啊 他说生活就是这样 总有一段经历 让你恋恋不舍 总有一段故事 让你恋恋不忘 总有一段情感 让你耿耿于怀 也会总有一段欢乐 让你无比闪光 过往风景 都会化作一缕云烟 在岁月的风中飘飘荡荡 不是所有的播种 都会开花结果 不是所有的付出 都会有丰收的爆场 开心过 伤心过 今天明天 想得开便是晴天 太阳月亮 看得见 才有光芒 刘佐丁好棒 所以这样您干脆还是代表 小青和你 代表你们这样的工作 性质的单位 来说一下 你们来到这个舞台 到底招什么样的人才 其实呢 我们 我呢 是现在需要的是招销售和技术 招销售 销售和技术 什么销售 就是我们 卖广告 大数据产品的销售 它主要是为各地的 党政机关服务的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产品 我们大概有很多产品 就有一个产品呢 今年1月15号 我在太阳卫星发射中心 眼看着长城火箭 把我们的人民一号卫星 送上太空 那么今年9月15号 我们将送12颗卫星上去 那么我们卫星 送上去干什么呢 2026年 我们想送上去90颗卫星 那么当完成空天信息 这个卫星组网以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卫星数据 用于农业 给很多地方政府农业 你的防灾害 你的农业种植发挥作用 包括我们的应急管理 发挥作用 其实呢 我们可能这种销售呢 因为它太带有 现在互联网大数据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含量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像它这样的 我觉得还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明白明白 谢谢老刘 谢谢老刘 谢谢 这样我问一下那个大哥 因为其实我跟刘总 都还挺喜欢你的 是这样 因为刘总他是做这个 就是私人引巴的 所以要不然这样吧 因为比如说假如说 马上七七了 那你可不可以 就是围绕这个私人引巴 给他做一个这个 想一篇文案 来宣传一下 七七节 谁动了我的女朋友 大哥一直重复说 没那么快 极致化的表现 他可能不行 但我们看他的文章 写你这种 公众号文章 是没什么问题 应该是没问题 真是没问题 真是没问题 那您这样 跟我们讲一篇 就是您看过的电影当中 您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片子 简单的说一下 好不好 这可以 您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吗 印象最深的 就是高下校的火欢 你说一下 描述一下 我这也想不出 那个清简了 已经 行 您考虑一下吧 好吧 您要求薪资多少钱来的 我有些自媒体贬集的话 就是八千 八千 高了一点 我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推荐自己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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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个 如果给您供稿的话 按四千的底薪 然后写多少篇 按多少提成 可以吗 可以 我们来 第一轮选择 虚活轮 怎么了 问了一堆问题 突然把灯给灭了 灭得这么惨 我人道 我就没搞什么 啥意思 别人说四千块钱 他又不用去你那儿上班 在家里面 给你提供稿子 一篇稿子给多少钱 这不挺好的吗 四千块钱 底薪又不高 企业有自己的考虑吧 主要是刚才大哥 有两句话 让这个可能让刘总 感觉有一些 不太适合这个岗位 第一 他好久没看电影 他不看电影 第二呢是 这个大哥 对于这份工作 本身的薪酿本身的薪酬期望 还挺高 我不知道 我就第一次 您这样吧 你其实你也可以共搞 你以后自己也可以共搞 现在好多公众 招这样的携手 在家就能工作 好不好 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不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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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